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人好字积累2 那么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 上节课学到了描写人物的过程中 要把握人物的外在的特点 把人写活并且需要积累一定的词语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学习 怎样把握人物内在的性格和品质 因为想要把人写活不仅需要外在的特点 更需要内在的性格和品质 这样才能够把文章写到栩栩如生 好了 那么一起来学习一下描写人物性格的词语吧 描写人物性格的词语呢 有开朗大方 性格活泼 乐天达官 成熟稳重 幼稚调皮 温柔体贴 活泼可爱 热心助人 内向害羞 外向开朗 聪明伶俐 善解人意 风趣幽默 思想开放 积极进取 小心谨慎 郁郁寡欢 正义 正直 悲观 失忆 好吃 懒做 那么在这一组人物性格的描写当中呢 有的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比如说 开朗大方 性格活泼 乐天达官 等等 这些词语呢 都是非常积极的 也有一些非常消极的人物性格 比如说 好吃懒做 郁郁寡欢 悲观 失忆 等等 这些词都是在描写人物性格不好的一方面 当然 当然呢 我们在运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准确的把握这个人物他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们在这一组词语当中可以选择合适的词来进行描写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表示人物性格的词语还有哪些呢 还有 小华多变 贪小便宜 建议思迁 情绪多变 快言快语 重色轻有 胆小怕事 积极负责 勇敢正义 聪明好学 实事求是 务实实际 老师芭蕉 圆滑脑电 脾气暴躁 万桥思理 诚实坦白 婆婆妈妈 刚正不阿 优柔寡断 那么在这一组词语当中呢 人物的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狡猾多变 还有贪小便宜的人 以及建议思迁 这样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性格 那么也有 积极负责 勇敢正义 聪明好学 实事求是 务实实际 等等等等 这些非常好的一些词语 好了 那我们看完 人物性格的词语的积累 那我们再学习一下 人物的品质词语的积累吧 那描写人物品质的词语 还有 大方 霸道 霸道 野蛮虚伟 等等等等 还有教华 卑鄂 卑鄂小气等 这些词语呢 都是用来形容人的一个不好的品质方面的 那么你学习语的词语呢 那么你学会区分了吗 我们再看一下 他表示人物品质的词语 横行霸道 老坚俱滑 笑里藏刀 客气 奉公 等等等等 当然了 描写人物品质的词语 还有很多呢 同学们可以课下进行积累哦 那么来看一下好句 老师 谦虚的说 老师再不多学一点 就都快赶不上你们了 这里用到了一个谦虚来表示 爱形容老师 第二个 老林老师 助人为乐的高尚精神 还深深的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不管过多久 大家都不会忘记 第三个 他工作时候 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的精神 实在是让我们佩服 在这里呢 用到了丽雅 歌成语 兢兢业业 和一丝不苟 来形容他工作时候的状态 非常的生动形象 那么我们看一下好句 还有什么呢 一丝一毫 欢呼节操 一件小事 一次不经的诗信 可能会毁了我们一生的名誉 那么这一句话 就是在强调人物的品质 就是诚信 他的重要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这一句 尊重是一缕春风 一红金拳 一颗给人温暖 舒心丸 一记 催人不仁进的 强心记 那么这一句 在强调尊重 他的重要性 好了 那大家来练一练吧 同学们 下面这段文字 表现了人物 怎样的品质呢 小男孩迎面跑来 他满脸汗水 右手高举着一个钱包 说道 叔叔 您的钱包 那在我这呢 这描写了什么品质呢 非常明显 这是实情不媚的好品质 好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吧 今天我们积累了描写人物 性格和品质的词语和句子 我们在把握人物外在特定的基础上 一定要把握好人物的性格和品质 这样才能把人物描写的栩栩如生 活力活现 好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